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回家吧 行吗 回家吧 回家吧 行吗 你干什么 真是 怎么了 做噩梦了 还是身体不舒服 没事 我就做了个梦 我去帮你倒点水啊 你别去 你就留在这儿 怎么了 我梦见明慧了 明慧说她要杀我 日有所思 也有所谋 如今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明慧也恶有恶报 你干嘛还那么心神不宁 四哥登记没多久 朝堂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最近事情太多 让你一个人无私乱想了 我没有要怪你 正是要紧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需要人呗 我是小孩子 我需要你陪 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一下吧 我知道 让你勉为其难的是 宫中纷纷扰扰的生活 等我忙完这一阵 潮举稳定了 去跟四哥请旨 带你离开京城 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 好吗 可我还是很奇怪 我总觉得 我和明慧之间的恩怨 好像还没有结束 不想了 嗯 十三福尽终于来了 让我好等 我有一些不得不问的问题要问你 该审的都审了 该不该定的罪都定了 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与你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嗯 原来是来跟我回忆姐妹情深的 那好啊 你想从哪儿说起 不如就从你那该死的出生说起吧 虽然我是长女 但到底狄树有别 我怎么能和府里唯一的嫡女 相提并论呢 你从小就急往前宠爱于一身 不论是什么样的佳节宴会 阿玛和你额娘都会把你带在身边 疯人就会说是千金爱你 那我呢 我算什么 只要有你明威在一天 我就什么都不是 但那些因你无辜受伤 枉死的人又有什么过错 你是在说你的原青表哥吗 妹妹 我杀了他可是在帮你啊 你们不是两情相悦吗 那他就应该带着你远走高飞啊 谁知他世道临头起了悔意 这样薄薄寡义之人就该死 还有你额娘 你在他眼里就是个宝 我能恨 我就是个连草都不如的贱婢 他有多爱你 我就有多恨他 那你为什么要伤害我身边的人 我伤害你身边的人 真是太可笑了 他们 他们这些人所遭受的一切 还不都是因为你 他们要不是为了帮你 我管他们是死是活呢 他们所遭受的一切 全都是因为你 是三爷 赵凤初 还有你那个丫鬟七强 甚至四附近 所有帮你的人都该死 所以你才是罪鬼祸首 你 杀我 杀了我 你怕了 不敢啊 你杀了我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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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啊 动手啊 你真是无药可救 你真是无药可救 有神愿了 我 杀了你 杀了你一次了 你为何还能活着回来 你为什么非要爱我的意 来夺走一切我在乎 你现在杀了我跟他 你手上就和我一样 沾着无辜人的血了 十四知道吗 十四知道肯定不会 他早就对我心灰意冷了 从他背叛我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毫无瓜葛了 我不会要这个孩子 他只会和我一样 从生下来就是个悲剧 现在好了 你杀了我跟他 你杀了我跟他就一了百了了 宁温 你杀了我跟他 杀了我 疯了 真是疯了 都是你的所作所为 亲手葬送了你的幸福 现在居然还要让你的亲生 捕肉来给你陪葬 我不需要你来可怜我 你以为我真的输了吗 太可笑了 想知你与死地的人大有仁在 就算我死了 你也不得好活 我 十三附近 你最近怎么样 先帝爷一去 我们这些后宫没有子嗣的 本来是要离宫去安理修行的 但是太后特许 我跟姑母留了下来 那就好 以前我那么对你 你竟不能我 你也救过我 对我也不差 经常想些别人的好 自己过点开心 真想不到有一天 我们也能坐在一起喝茶 想想入宫选秀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可明明 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我刚才看你有些恍惚啊 出了什么事情吗 我去见了明慧 为什么你还要去见她 她把前朝后宫脚的天翻地覆 罪无可赦 死不足惜 明慧固然可恨 但更加可怜 她眼前只看得到仇恨 对身边的感情视而不见 一切都是坐牵自负 那也是她自作孽 小薇 你不要太过烂好心了 这样只会害了你自己 我只是感慨 她一直都是被仇恨推着走 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却和这后宫里的很多人一样 这后宫里的人 都是身不由己 有时明知是错的 但还是要去做 像明慧那样的人 不值得你为她伤身 这是我姑母送的安神茶 很有效果 你尝一尝 多喝些 但我谢过太妃娘娘 儿媳给太后请安 太后奇相 不必多礼 起来吧 你去看过明慧了 是 之前的一切 都是明慧在从中作稿 可是我却将一切过错 都归结于你 你心里 是不是在怪哀家呀 太后所为 乃人之常情 先帝驾崩之前 曾召云宁入宫 她问对印祥 和皇上之间的用情 太后所为也是一样 用心皇上登基之后 因我而令其兄弟反目 危及大清江山 当年 是哀家将你指给十三爷 之后 先帝又为你改名换姓 再次赐给十三做福尽 最后 却要你二人分开 太后与先帝 成全于宁和印祥 此乃为人父母之情 但同时又为一国之君 一国之母 所以面对江山社稷 天下百姓之时 必先为君 后为人父母 是啊 此乃人之常情 你想得倒是通透 这样也好 是谁 谭香 皇帝不喜欢闻 哀家已经很久没用了 还记得皇上以前闻了 都会咳嗽 你竟然还记得 真是有心 云宁 莫要贵哀家 太后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提及此话 没事 我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紫禁城 是被这里的雄伟建筑所吸引 现在才知道 更吸引我的 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 四哥心里只有天下和十三 他为了天下 对我动过杀戒 为了十三 对我发乎情 只乎礼 一个为天下 为兄弟 看似无情 却又用情至深的帝王 印祥因为一个承诺 即便更有帝王之才 更具王者之风 却甘愿居于人后 跟随在四哥身边 我的字意潇洒 痴心不二 十四最为桀骜不逊 也是最有实力与四哥 印祥 一争长短之人 可当帝王之位放在眼前 唾手可得之时 他放弃了 因为不是他的 他不信 他们都各具风姿 活得精彩 他们才是紫禁城的传奇心 紫禁城的灵魂 数百年来 一直被人轻轻乐道 我来到这里 卷入其中 不是来改变什么 我只是个观众 看客 是来感受他们活出各自的风采 活出历史的芬芳 其中有生 有死 有哭 有笑 有伤 有梦 这些无关朝代与变革 隐藏其中的 是人之常情 会否 有 爺 你怎麼會來 皇上呢 皇上讓我來 替他奸詐 皇上讓你親手殺我 你將唾手可得的皇位拱手相讓 我來的竟是背上殺妻的惡名 你如果真是背負了這惡名 那日後還怎麼面對朝中重臣啊 他這是要毀了你啊 你難道還不明白嗎 皇上這次的用意 我還真是不知道 知道朕為什麼將此事 要由你代為執行嗎 受臣弟愚昧 若朕見著 他必死無疑 皇兄的意思是 放他一條生路嗎 朕素來 不是什麼心慈手軟之人 說到底不管他是否謀害先帝 他都罪無可捨 那是為什麼 為了你 你與朕一目同胞 卻素來不合 雖說 皇阿瑪將皇位傳於我 可若你執意要爭 如今坐在這皇位上呢 極有可能會是你 而非朕 皇兄 你應該知道 皇兄 不是我的 我從來都不信 即便這皇位 亦是如此 你錯估了皇上的用意 我知道了 皇上的皇上 他是想讓你心甘情願地 背上殺妻的罵免 還給自己討得了仁義君免 果然 好君王 好算計 你為什麼到現在 心中還是充滿了仇恨 和算計 你就沒有感受到 一絲的真誠嗎 我感受過了 我每一天都在感受 感受我自己曾經是怎麼被虐的 是怎麼生不如死的 是 十四弟啊 你是對他 動了真情 他一直為你謀劃 用情至深 雖說其罪當諸 但 也齊情何敏 十四弟 所以他要不要殺 該不該死 朕 都交由你決定 會嗎 是嗎 我把我飛過 用水 是哪個 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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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駕到 我叫 詹恩 挺身 皇上 你不能殺明慧 我相信明慧沒有謀害先帝 而且 他已懷有了十四爺的子嗣 你們不要聽他的 他在騙你們呢 先帝 先帝就是我殺的 是我殺的 我不需要你假人假夜的同情心 你死有餘辜 但是不該讓腹中的孩子給你陪葬 你為了十四機關算盡 最後卻害他成為殺妻滅子的凶手 他們說的 都是真的嗎 要不死 就算是 任何威雅 原本我還以為 你對我還有幾份真心 现在看来 我有啊 我有 你连仙弟不是我杀的都不相信 你还会想要我怀的孩子吗 你没有问我 又怎么知道我不想要 朕真的不明白 你们明明被这个女人伤害最深 却都要为这个始作俑者求情 若要论仇恨 小微应该是最恨明慧的人 明慧三番五次 射击陷害小微和他身边的人 可小微最后还是选择原谅他 人一旦被仇恨侵蚀 就会蒙蔽双眼 落入痛苦和嗔恨中 无法解脱 所以放过明慧 也是放过我们自己 十四弟对明慧的用情 连朕都看得出来 可是他 却偏偏视而不见 差点害得十四弟 也万劫不负 也万劫不负 十四弟 朕还是那句话 他誓死时生 全都由你决定 明慧 为了腹中的孩子 放下过去 好好活着 你来做什么 你做这些就是为了让我难堪吗 明慧 都是因为你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 你让我觉得 我这一辈子都是个笑话 碧薇 小卫 小卫 你怎么了 小卫 小卫 快学太医 来人 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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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Ⅰ 唉 小卫 姐姐在宫中养尊处优 想必是 过不惯福岸的生活 姐姐可要多保重啊 臣妾想请求太后娘娘 放过臣妾和荣岳吧 福岸生活坚信 臣妾年岁已大 实在是承受不住 荣岳尚且青春年华 若朕一去 她这一生就完了 若是臣妾之前 做过什么对不住 太后娘娘的事 还请太后娘娘受罪 姐姐言重了 不想去福安 不去便是 但是 姐姐要帮哀家 做件事情 我刚刚收拾行装时 找出一包安神茶 这茶很有效果 本宫听说 最近十三福尽 有点心神不宁 你最近与她走得近 有空泡血给她喝 就算是一点心意吧 这是我姑母送的安神茶 很有效果 你尝一尝 多喝些 但我谢过太妃娘娘 这是 谭香 皇帝不喜欢闻 哀家已经很久没用了 小魏 你不会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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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魏 你不会有事的 你不会有事的 他到底怎么了 他到底怎么了 回皇上 十三福尽 身中两种毒 这两种毒 若是之中了其中一种 对身体到底无碍 可两种结合 则神仙难救 你说什么 求皇上数杯之无能 十三福尽 已经无药可救 无力回天了 滚 是明慧 是明慧 朕要杀了他 是 那 还可以 我 不愿意 你必顽 你必顽 我看你 是明慧 你必顽 我可以 你必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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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顽 你必顽 你必顽 我必顽 你必顽 你必顽 正确的缺点 好 朕答应你 我有点累了 我想睡觉 小薇 你太累了 你快睡吧 别说话了 一笑 就是这棵杏树 让我孤气有气 面对我对你的感情 你要是喜欢 我们来年春天 在满院都种上新花树 一起去赏花 好吗 我可能 我可能读不到了 不许乱说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还要一起去过 笑而自在的日子 要去过 逍遥自在的日子 何必要去 天涯海角 你在我身边的每一天 我都感觉特别快乐 你曾经跟我说 遇见我 是你最大的福气 可我想说 遇见你 已经是命运 给我最大的惊喜了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不止这辈子 我们要下辈子 下下辈子 永远都在一起 我等你来找我 不要离开我 小伟 不哭 不哭 我不想看到你哭 我最喜欢你 拼命是三郎的样子了 对一切热爱的事情 都充满了感觉 你答应我 答应我好好活下去 我答应你 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 一切的一切 都会如你所愿 一切热爱的事 这么小就对了 我不想看到你哭 别担心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要回家了 不过我相信 不过我相信 一定会有一条路指引你找到我 我等你 我会一直等你 我会的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会找到你 小薇 陛下 你为我装的花 好香 小薇 小薇 05 我 Blue 匠 祈 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哪里 我家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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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梦情甘愿 不是你而来 为你而来 我的爱 是对最强热的背败 人间匆匆永远来陪 我 不会本甘 亦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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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那么真实 你让我怎么相信 那是一场梦啊 一切都没有改变 叶翔还是十三皇子 和树一亲王 他的敌伏记仍然是赵家氏 尚书马尔汉之女 他命运多传 一拨三折的人生 就能坐在这几千字的介绍里 这些冰冷的字告诉世人 他做了什么 却没人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做 而我 就像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样 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这也许 是最好的结果了 是最好的 爷爷 您真的要走啊 十三夜可想好了 怎么了 你怕皇上不答应 恕奴才直言 以前先帝还在世的时候 您跟皇上就是他的左膀右臂 如今皇上才刚刚登记 您这一走不太合适吧 如今这天下太平 皇上有志士之才 识人之明达 我在与不在 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 你知道的 他还在等我 好了 你跟七香 照顾好自己 爷您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来来来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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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